李克勤接受电台访问 谈到他的晶片歌曲红日 因为电影《至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在内地再度爆红 他笑颜自己都始料不及 除了多了很多登台机会之外 很多商家都指定要他现场 这个当然要谢赵薇姐 因为她在她的电影里面用了这个歌 其实我当然没有想过 这个歌当然在20年前 曾经火过一遍 但是在20年后 真的没有再想过 然后就是因为一部电影 然后再令这个歌再红起来 尤其是最近这个歌 是在那些年轻的歌迷 观众里面红起来 所以这个娱乐圈就是这样了 很多时候就要天时地利人 和我们想谈这场这个东西 另外今年是李克勤和谭永玲的 左邻右里演唱会 创立十周年的纪念日 两人早前已经率先申请到了红冠 今年12月的圣诞节和新年黄金档期 并且也已经开始开会商量 虽然现在还没有具体的方案 但是李克勤对最后能带给观众惊喜 很有信心 我们这次是十周年 所以在12月份就会举行加香港 所以其实这一段的时间都跟他在开会 当然这一次演唱会 我们还是以我们的兴趣为主了 但是也希望在中间有一些部分 是比较有可以给大家一个惊奇的 因为其实每一次我们走 里面的演唱会都会有一些东西 大家会觉得哇哦 厉害 就像上次我们就练这个打劲楼 那个感觉 当然这次我们不会再做 因为太辛苦了 但是我觉得也是一定会有一些东西 让大家觉得啊 很微信的这样感觉 搜狐视频娱乐报报香港报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 大家好我是童大 谢谢大家